昨天给中国男孩子介绍的艾塞尔边女孩子 她今天中午主动过来找我了 现在他们还在开始做饭 我让罗斯文去买了一些菜 因为中午饭他们还没有吃 你可以盖胸口的吃 那吃胸口的吃 You cook You cook 你做 罗斯文现在热情都打杂打 罗斯文在干什么 你洗盘子他做饭 他做饭 OK那你们做吧 等你们等下吃了我们再聊会儿吧 OK 我来这里一个月 这里掉皮掉了一个月 今天早上擦了一些那个沐浴露 然后实际那毛巾搓 把那个皮给搓掉了 哎呀好痛 他这次过来 今天过来 他肯定有一些什么话语 想要探讨的 或者说 有可能他看上昨天那个男孩子 然后他想从我中间去了解 他对他是什么样感觉 但是呢 我昨天据我分析来说 我感觉啊 我只能说我感觉 因为我觉得确定不了 那个中国男孩子可能 对他估计啊 没什么没什么想法 我感觉是这样子 等一下等一下再问他吧 看他吧 看他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想要说的 他们现在已经把饭吃过了啊 等下让他再去煮点咖啡 他今天过来 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 他说 你在这里是做什么 我在这里 我做一个商务业的事 商务业特工 很好 很好 你问我干嘛 昨天关于昨天的事情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问着他 他想知道我那个朋友对他有没有什么想法吗 没关系有什么说吗 我来问 你不好意思 你觉得他怎么样 泡泡的黑 他太大了 是吧 我对你们艾塞的女孩子喜欢瘦的 跟你跟我这种身材的 就是太大了 别的呢 别的有没有 别的就没关系啊 就是他还是喜欢 有这个意思想法的 是 还是愿意啊 他说 三十天都要先去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但那个男的对他怎么样 我不知道 他们有封 number了 昨天不是电话吗 给你们呢 他有没有发消息给你 就你好你好发了一些 那这个东西你们自己聊吗 你们自己掐他自己 他今天要等几天要回来的 没事 有空常在我家玩 对我把他们 把你们当妹妹弟弟的 没关系 我是好人 不要担心 我很好 我还行吧 我自我感觉还相救 如果他 他那个男的和他 他不喜欢 怎么办 没关系 他为什么喜欢中国 中国人很好 中国人很好 我们中国人 咋说 这我也评断不了别的人 我自己感觉 反正中国人 辛苦 很辛苦 我们 我们做工作 这些还是做生意 都很辛苦 那不像你们在家里面玩一年两年都没关系 我们不可以的 因为家里面有的结婚的他孩子 老婆妈妈爸爸 都要难得去赚钱 给他们钱 多长时间没上班呢 他 三个月 那他现在吃饭 自己在家一个人做 就是吃了饭 出来晚晚 现在也不好找工作 是吧 反正我 罗斯芬知道 我来这里遇到你们的当地人 主要是少为那个女孩子 或者是少为年轻的男孩子 他们没工作的太多了 太多了 那天那个卖咖啡的那个 也是在家里面 没办法 都是因为你们自己你知道 你们自己的问题 打仗打来 这样子 哪里 哪里那么多工作来 那中国的有的老板 他们的企业做起来 又遇到你们 打了一战 你叫不敢做 你立马就走了 现在 对啊 工厂的老板都一走了 工厂都没有了 你哪里来工作 这个 对是你们的问题 跟我们没关系 其实两边都不好 你们又没工作 我们中国人做事 又亏钱 还亏本 又赚不到钱 嗯 行 那他回来 那么他们回来了 去做点咖啡喝 贵作吧 你烹饭 你烹饭 OK 我们上个了 这待遇可以啊 把那个桌子上面给我试试 干干净的 让他咖啡做起来 又把地上给我拖一下 可以 比较勤快 这女孩子 经过刚才的对话 你们觉得这个女孩子的想法是什么 是我觉得她心里面是愿意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栗杖 他们导致一般的老百姓 很多次在家里面没有工作 哪怕你是大学毕业也都在家里面待着 你现在没收入你吃饭成问题啊 你如果说能够接触到像女孩子 你能够接触到那种中国人喜欢 愿意跟你两个结婚的 他们其实也愿意 对吧 他自身条件就在那里 而且他们的英文也不会 他也其实也愿意到中国去 那个生活自清了会好很多 所以说也会造就一些人 他是愿意嫁到中国去的 但这个呢 也得看远 感谢